钢琴 吉他 脑子都会有 我最想是 采访完了我就收工了 我就很开心 最近最喜欢用的乐器是什么 乐器的话 吉他法院比较方便 平时在创作的时候 用吉他会比较多难 用钢琴 都会有 钢琴 吉他 脑子都会有 如果说你脑子里面有在写音 你是会选择用吉他 因为用钢琴写的旋律 和吉他旋律不一样 因为吉他 反正就是不一样 然后有时候 自己脑子哼唱的旋律也不一样 所以三种东西不太一样 跟大家分享一件 你最近最开心的事情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这个采访完了 我就收工了 我就很开心 跟大家分享一个 你最喜欢的自拍的姿势吧 自拍就是 就是手机一举 小脸一凑 小手一台 那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 你的二与那种话 奇幻 收获 成长 肯定收获在半点的时候 是最想家的 那你最想哪道菜 我最想吃麻婆豆腐 因为麻婆豆腐特别下饭 那不工作的时候 一般我们有什么样的放空的方式呢 不工作 在家睡觉 它不香吗 2020年有什么想要实践的小目标呢 2021的小目标 希望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 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然后事业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半年的主题呢 就是这种奋斗比较幸福 在你的理解 奋斗里面 奋斗就是有一个目标 为了目标不断地努力去达成它 这个过程叫做奋斗 你觉得这个过程中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奋斗的过程 因为最后那个目标 你可能会得得到 可能会得不到 但是你在奋斗的过程中 一定会得到一些东西 QQN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汪源 其实歌手的话 其实非常非常需要 和粉丝朋友和歌迷朋友一起 有这种音乐上的交流吧 就是我一直觉得演唱会 是一个歌手最辉煌的时刻 所以说但今年确实是因为客观原因 所以说没有办法进行线下的演唱会 所以说就想来线上举办 那线上举办的话 也想说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技术啊 每一界都会更加丰富一点 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啊 我20岁一天给粉丝朋友 歌迷朋友 那又渐渐深 其实这首歌 在很之前录的对 现在才发 就是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我们都在期待成长 但同时也希望时间可以停住 对是比较矛盾的 所以说在19岁和20岁的交界来发这首歌 也希望能够看看大家的理解 滑雪计划 很想安排 很想去滑 然后我双版滑的还OK 然后最近但是想学单版 对 今年是会有乐队的 然后我自己的话 现在先唱好歌吧 但其他的乐器我都很喜欢 所以说想要去尝试尝试 乐器的位置的话 Bass就是人的骨架的部分 骨算是你的血肉 像吉他钢琴是你的皮肤 舞官 长相 每一个乐器都有各自的分工 对 这玩意真不知道 我找首艺人 不知道 啥意思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杨迪虚文肥肠 然后语言了 那个是吧 谢谢大家的陪伴 然后希望 能够大家能够享受 这一场的演唱会 然后希望 你们有一个 你们每天的招和木 都是带着开心 带着阳光 然后好好的经历每一天